哈囉大家好我是Zan 今天呢我們來到了一個非常古色古香的地方 現在在那個停車場附近 首先我們先去第一個景點 很好吃的一間店 那我們就出發吧 今天的天好藍喔 欸這間 這是我今天有安排的行程 它是11點 開始賣到下午賣完為止 然後下雨天跟冬天不開 不要下雨 今天不要下雨 我一定要遲到 這間聽說很多人推 我叫你很可愛 但它 never goes as planned 你覺得是笑的 我只是想要成為你 我想要你 我希望你 在最好的方法 我可以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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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的嗎 你hun 你的美麵嗎 不會不會是美麵嗎 我們不會是白麵片 它比較平 這是柱的 你們看多久了 所以阿楓是什麼 對 你就是你 哈哈 我就覺得你這個頭很像阿鴻 這什麼啊? 爆皮 爆皮? 其實是豬皮 炸豬皮 我要吃吃看 嗯 我以前見到這個 它吃起來會非常有膩 它吃起來超清爽的 你如果沒有說它是豬皮 你完全不會想像到它是豬皮 我以為它是豬料 好吃 這個我推 把蛋夾進去然後再加麵線 然後它是有夾那個肉燥 很不錯耶 它吃起來很清爽 一般我們想像過的米刷口 都是比較偏向於那種 加很多醬油的一種 它不是它是屬於那種白麵線 然後加一點點的肉燥下去 然後又加蛋 它味道是非常清淡 老實講 目前點這三個的味道都很不同 一般全吃 對 對 很好吃耶 不知道是豆腐還是蛋白 我覺得很好吃 感覺是蛋白 我不確定什麼 但是我吃起來感覺是蛋白 我總好吃 蝦仁滷肉飯 給大家看一下蝦仁 我第一次看過這樣子的蝦仁 它是蝦仁 只是一整隻的蝦仁 這個就 烏肉飯就比較偏那種中規中矩的 我們來試試看混吃 蜜刷口 再搭配肉燥飯 好吃這樣 然後我們剛剛忘記肉點了 他們的家招牌油飯 不過我想像中的油飯有點不太一樣 那是真的 第一次遇到就是這麼簡單的油飯 對 認真的 推薦大家 要吃的話 不要點那個飯 點這個 它的飯很香啊 我們從來來到我們今天的目的之一 肥杠的媽祖廟 好有味道的地方啊 然後我們先去一間咖啡廳 然後聽說是一個中藥店 我改建成的 目前現在要往前走 今天是禮拜五 所以十點就開始營業了 可可 該不會 該不會 在哪兒 在哪兒 有些地方 在哪兒 검士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我今天來這一間店 它叫保生堂漢邦咖啡館 我沒有想到它竟然是我們等一下去武德宮的發源地 知道有這個地方但是我沒有想到它是咖啡店 這一次誤打誤撞就來到這裡 一開始我想說哇這間店也太富裕堂皇了吧 沒想到竟然是武德宮開的 你看他們的美女超可愛的 哇它除了飲品以外也有賣鹹食欸 感覺可以來吃吃看 它的飲品也蠻多的 然後也有些甜點我覺得好像也太不錯 甘鈴涼 這樣喝這個 它還有單點也有套餐 這感覺是麵很好吃欸怎麼辦 這個也什麼金箔豬肉飯 然後上面這個桶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這邊 但是沒有 所以我們來吃吃看它的漢巴 肚中麵線好了 好我們現在來喝一下它們的黑咖啡 這個上面是有枸杞的喔 大家看一下 枸杞這個中藥材欸 這個 一般怎麼會想到跟咖啡合在一起使用 我第一次看到我覺得很酷 如果沒有加那枸杞的話 我在想它這個咖啡應該是屬於非常強烈的那種味道的黑咖啡 它加了蠻多的冰塊去西斯 還有加這個枸杞 讓這個咖啡 它多了不太一樣的層次感 喝咖啡 它第一口會先沖出來 後面慢慢的滷浴 會慢慢跑出這個枸杞的香甜味 因為有些咖啡喝完 覺得整口的很苦味 喝完是有點回甘的感覺 160 很自得的 然後接下來來喝喝看我的檸檬汁 看用這種杯子裝 就是非常 現代人會喜歡的這種菜籽 大家如果喝過7-11蜜檸檬汁的話 它是會非常非常甜 但是這個呢 我猜啦 應該是有加糖 什麼糖我不確定 但是它調的比例還算可以 是屬於那種不喝甜的人 還可以接受的那種微甜 我看到了它昨天有包核糖 很多核桃的那種耶 我不確定是什麼 我等一下吃了再跟大家講 是焦糖的什麼之類的 它感覺是那種麵包體的那種 不是那種乾很薄很薄 台中很喜歡那種很薄很薄的 那種麵包體 對 它是屬於麵包體 麵包體會做出來的感覺 那一種 它如果這樣其實算是塗得很厚 接下來是我們大家 應該很沒所思 為什麼咖啡店會賣 不會啦 我們現在那個 咖啡店都賣肉髒啊 這真的很多耶 這應該是外面大碗的吧 好紮實喔 對啊 這味道聞起來很香 但是油沖素的味道一定有 因為剛才已經看到油沖素了嘛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賣肉麵線的概念 餓了你就點吧 對餓了就點 好啦 它其實有加醬油下去 其實味道要稍微就是 來一來都會比較好吃 而且它這個是它裡面 餐點裡面最便宜的 50塊 50塊就不要再講了 對啊 就沒有什麼屁 OK OK 我們又要來吃這間福安鴨肉飯的 結果看是今天沒有營業 欸 看看囉 人魚 一直以為這用機器切的耶 沒有 這個都是純手工切的 這個跟一般 我們常常在吃那些 整個論有差別嗎 這是芭蕉魚 一些是肉麵的 兩個 兩個是泰北粉 加一些那個顏色 那個都是色素的 香蕉的 所以這是用芭蕉去做還是 這個是有香蕉油 香蕉油 喔 芭蕉下去泡啊 然後慢慢泡那個紅燒泥 對 然後再用那個機器下去磨 好磨青薑 嗯 然後起來再再蒸啊 蒸了就變這樣子 從頭到尾就是要散到半小時 這個如果是當天做起來 當天沒辦法賣 放兩次 放到隔天 讓它全部都連在一起 才可以切 就可以賣了 看了好喝好喝 都沒有那麼經意有毛袋 今天是禮拜而已 12點20分 你也是怕緊縱膠 你也是怕緊縱膠 因為我小時候你知道嗎 因為我媽媽跟我妹 他們好像很喜歡吃這個甜粽子 然後再沾糖粉這樣子 嗯 對 然後我以前就覺得我很不能接受 因為我覺得那味道好臭喔 我覺得好像尿味喔 我還記得我最後一次吃的時候 我是 吃的時候一直嘔吐 我就不知道啊 那時候就覺得沒有錢 剛剛我那一口是人生第二口 我覺得它只有變淡一點點 但是那個味道還在 可是我覺得這間的可能性會很新鮮 所以它做起來的那個味都滿Q的 像我們以前吃的那種都偏硬 然後你咬還咬不斷 早知道的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其實這麼難吞啊還這麼難咬 就是你會想像中它已經很噁心 然後你還不能把它趕快把它吞進去 好因為你知道目前為止的敘述呢 潛在重講 現在那結果咧 你會推薦大家吃這一家嗎 對 其實我會推喔 因為我覺得它是一個 在好像不是那麼普遍的一個甜點 對 我想它加多一點植下去 會不會會更好吃 因為我覺得我們剛剛這樣吃 單吃都是料而已 都沒有什麼糖漿 那如果糖漿全部破下去之後 會不會其實會讓人家有一種 驚為天人的感覺 就是比較均主的啦 不會單吃一個料就有味道的 而且這老闆娘他們 都知道大家要來吃這個 他們一到現場 外帶嗎 幾顆 可是這樣子問的喔 沒有在問說要吃什麼的 可見它這個多夯啊 現在長大已經能接受了 我覺得來這邊遊玩的時候 來這邊拜拜啊 可以過來吃 但是如果你要叫我特別為了吃它來 我可能不太能接受 那我的推薦是 你就來吃看看 因為誰不喜歡真的不知道 就是這屬於個人的啦 可是我覺得我能接受它 如果它更冰一點 我可能在那邊吃不吃外帶的話 應該我會吃更 更我陪吃 めけ back in on my knees cow大 全��� 皮薦 我覺得 這個開關 對 那麼oso won 把它沒刮上 它平常不鎖起來 這個大家可能不會拉 我平常這兩樣固定 都在裡面 對 不要Boom吧 這個是我們的 оно點名 又叫做花財機 總共有8包 168其實有8 16怎麼來 reads 每包裡面都是永開銓 所以八二十六 所以叫一六八一六花 春秋你要一六花 這張最重要的請你注意一下 這個不是一般的金子 跟金座不一樣 叫五路財神 叫五路財神 裡面有寫北港平方五路財神 所以注意一下這個是花財五路財神 我們一般是平安五 所有財寶村這個才叫花財 有關區的五路 平常這個是金庫的概念 等於是把五財神的金庫帶回家 所以你平常當然可以放一台寶貝的東西 放一些你希望那個東西越來越多 能夠增加的 比如說放金子金子越來越多 放純軸純軸數目越來越多 現金現金越來越多 花票彩券幾票地區都可以 行車資料也可以放嗎 車子越來越多 那麼記得西藥用的時候要拿去用 想放車款 這樣子也很自然的有進有出 這形成流動 它流動就會增彩 所以還是有這個概念比較好 好不好 放的位置沒有限定要放什麼位置 那麼一般都會說放彩或什麼位置 其實主要乾淨的位置都不會放 因為沒有哪個位置比較好 是靠五路財神的方法 你是靠哪一個位置 所以你覺得哪裡好就好 而且它可以移動 就是你平常放這個位置 有時候你想要放的位置放 其實是OK的 會影響你的財集 當然稍微注意一下高溫或潮溯 因為太陽直射這個木頭的 難免會變形 又讓你的收入 最後一件事就是 我們有空要回來購爐 只要是福利 久的都要慢失效 然後我們回來購爐 沒有再另外收錢 要回來的時候記得你的東西都先拿錢 因為既然來了 那當然順便衝寶墊 順便裝染財集的去 當然越空越好 不要滿滿的 沒有空間的 那這個就要 一樣的在這裡就對了 對 這樣子就回來 對 好 恭喜你加油 好 這裡可以真的來吃飯嗎 我們現在的位置呢 在北港武德宮旁邊 它附設的柴石咖啡館 那我們這一趟路 從早上到這邊 然後去逛那些老街吃的一些小吃 你要不要做一些簡單的總結 比較有印象或是其他想法的 不過其實我以前對於就是 下鄉下就是比較偏向的地方旅遊 我是有點小排斥的 因為畢竟自己生活的環境 就是比較屬於偏向的地方 然後這次來 主要是因為想來這間柴神爺廟 因為其實看到很多人 有來介紹過他們這邊住宿 當然我們沒有去拍那邊 但是我對於他的那一個 在寶箱 我每次看我都覺得很漂亮很漂亮 很期待說可以來這裡看看 就是那時候其實聽到是 只要是跟虎爺 就有蠻多相關的桌邊商品 但沒想到 我覺得我之前看到虎爺的桌邊商品 真的真的只是一個 A piece of cake 再加上是玩得零零盡致的 甚至我覺得 他可以稱為財團了吧 他真的把他們的 我們看不到的神明們 把他玩得零零盡致 創新創業 可以用一個很簡單的比喻 應該是很貼心 我們兩個要表達性就是說 今天就算他不是後面有個信仰這件事情 他做那麼漂亮 我也會想買 好 那我們其實在這邊的話 想要稍微做一下總結 我們從今天早上開始來的時候 是先到北港的媽祖廟那邊 然後吃了 這邊當地很有名的米刷狗跟米糕 我覺得還不錯吃 如果你來這邊玩 還是蠻推薦大家可以去吃吃看的 我想像得到他到家裡的時候 是一個人滿為患的一個狀態吧 後來我們就去拜拜 還有什麼 啊我們去那個 也是他們家的 他們家的 這下真的很厲害 他們家的咖啡廳 對 寶生堂 我們去看一下那個 財神爺的舊職 真的覺得他們真的非常有財力 我可以說那個房子非常治老舊 但是他們把它改造的非常的有味道 真的非常厲害 我覺得這個武德宮所謂的這個 北港內神 假設把它當成一個形式的話 無論他的寶生堂咖啡 跟他現在整個廟宇的文創 那種自然的拿錢去買文創商品也好 種種的集合 我覺得在我看過台灣的廟宇裡面 他是第一名真的 很多廟宇當然他有很多 也不錯也類似的文創商品 可是我覺得他們這邊又很不一樣 因為一般會用很多黃金色跟紅色 或是桃紅色的那一種 來做他文創的一些主要的元素 可是這邊用了很多很不一樣的 譬如說A色 就是讓我們覺得那個質感 還有那個感覺會覺得說 你會更想擁有 我只能這樣講 所以我覺得這裡 如果你是在這方面很有興趣的人 不妨來這裡走一走 對啊然後其實我們今天的行程 目前出來可能五六個小時半天 然後如果你有一天的假期 我覺得也滿希望大家可以來這邊走走的 這個地方想很小 但是我覺得玩的感覺還滿不錯的圖片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分享 希望大家會喜歡 這影片就到這邊 那如果喜歡的話 麻煩按讚訂閱及分享 還有訂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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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 也是你想要放下去 按讚erne com